Robot taxi也就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是基于自动驾驶技术并能够提供出租服务的车辆 特斯拉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开始测试他们的无人驾驶系统 无人驾驶正成为科技巨头的下一个技术必争之地 当前全球Robot taxi行业的头部企业格局已基本形成 国内主要由百度阿波罗 文远之行 小马自行 安图等企业领先 国外主要领头企业为Vmo Rooks Clues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 在这个视频中你会了解到以下六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Robot taxi普及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第二 有哪些公司正在测试Robot taxi 第三 特斯拉的Robot taxi相对其他公司的有什么优势 第四 Robot taxi除了赚钱之外对社会有什么好处 第五 有预言分析当Robot taxi普及之后 私家车可能会被淘汰 是的 你没听错 不是汽油车被淘汰 而是人们再也没有买车的动机了 但是为什么呢 最后就是如果Robot taxi普及的话 它将会衍生什么新的商业模式 接下来希望各位朋友能花一秒钟的时间为视频点个赞 大家的每一次鼓励都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而且你们的每个赞 每次分享 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了解到特斯拉的Robot taxi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 其实现在国内和美国都有Robot taxi的公司正在测试 但是确实没有营收的数据可以查看得到 不过我们可以参考Uber的数据 Uber在2019年的营业额约为140亿美元 而在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仍然有120亿美元的营业额 但是要留意的是这只是营业额 扣除租金和开发成本运营成本等等之后 实际上这两年Uber都是亏钱 我认为Uber确实是创新的商业模式 但是还不至于是颠覆性的创新 颠覆性创新是指可以取代旧经济的行业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Uber出现了之后 他有没有取代出租车这个行业 以Uber作为例子 相对出租车优势是可以用户在手机APP提前规划路线并下单预约 从而避免在街边日晒雨淋的难出租车 第二是司机有评分机制 他们相对会比较有礼貌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价格比私家车贵准很多 举一个例子 近几年有很多公司开发人造肉 尤其是欧美国家 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人造肉的探索 无论是因为环保人士 还是素食主义者的呼唤 人造肉都成为一些人餐桌上的新选择 吃人造肉称不上十分健康 但是可以帮助地球减少碳排放 因为我们平时吃的红肉 来自饰样的猪牛羊等等 根据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统计 一公斤牛肉会产生32.49千克的二氧化碳 而不但扩大的畜牧业 已经成为环境的一个噩梦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相当广泛 不管怎样 人造肉的出发点是好的 甚至理念很伟大 但仍然很难颠覆旧经济商业 因为现在人造肉的价格仍然比红肉贵 所以要改变世界做到颠覆性的创新 光靠理念是行不通的 要实实在在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降低 并普及到人人都可以享受到的程度 随着这几年电池技术的进步 电动车的续航距离是越来越长 同时他们的售价也越来越便宜 特斯拉此前公布了 在2025年会推出25000美元以内的电动车 与此同时特斯拉收集行车数据也会越来越多 使得他们自动驾驶的技术不断提升 目前有多家robotaxi的公司在测试中 谷歌旗下的vimo公司 隶属于亚马逊旗下的Jokes 百度的阿波罗 在北京多地数十个自动驾驶出租车站点 不需预约直接下单免份试乘 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 安徒背后的投资者有阿里巴巴 旗下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上海深圳等地测试中 无论是vimo或者是安徒 他们都是自己买一辆车回来自己改装 继而营运一对出租车 而特斯拉采取类似Uber的模式 是让特斯拉的车主出租他们自己的车 在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中提到 其实购买一辆车并不是资产而是支出 因为你每个月要支付燃油费用 还要承担停车费等等 但是当你的车成为robotaxi之后 这辆车就由支出变成了资产 因为这辆车每个月可以为你带来 被动的收入 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 你试着想一想你的车大部分时间 是在街上行驶还是闲置停放呢 接着我会引用这两本书的数据 书中分析科技对未来的影响 作者提到私家车本身就是浪费资源 和浪费空间的产品 因为大部分车有96%的时间是闲置停放 只有40%是行驶而已 在城市规划上也需要预留很多的空间 建设停车场车辆过多也会造成交通拥堵 同时浪费时间和能源 所以发展robotaxi对企业的目标是能盈利 对乘客的好处就是乘坐出租车可以节省钱 还有重要的因素 对城市规划来说可以解决交通拥堵 因为robotaxi普及后 人们就不需要自己购买车辆 转变后城市的道路就变少了 同时停车场也变少了 城市的空间会更多了 在前面提到的书里面作者有个很大大的预言 第一在未来石油公司会被颠覆 第二人们在未来不需要购买私家车 未来的事情当然是没有人知道 就现在的政策来看 全球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宣布 大约在2025年到2040年之后就禁止销售燃油车 而作者为什么认为人们将没有意愿购买私家车 很多人购买私家车的现实原因是相对乘坐地铁或公交来的舒适 而在未来世界你乘坐robotaxi也是同样舒适 而且你甚至有额外的娱乐 例如你在车上可以看电影 因为车市不需要自己操控 加上你乘坐robotaxi的价格 比起你购买车辆的价格更加便宜 因为拥有私家车是需要很多成本 例如你需要支付维修费 保险费 停车费 燃油费等等 还有车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折旧 现在你看的画面是我引用方舟投资的数据 为了让你更方便的理解 我将接下来说的数据统一转换成公里及人民币 现在最左侧是上海出租车的收费价格 纯粹是让你作为参考 在上海前三公里是14元 3到15公里每公里是2.7元 15公里以上3.6元每公里 简单点算 15公里平均每公里3.09元 在美国乘坐出租车每公里是13.84元 在美国乘坐 乌本每公里是11.15元 而自己拥有一辆燃油车的话 每公里的成本就是2.73元 接着是方舟投资估算不同的 罗布特克斯平均的营运成本是 每公里1.38元 而特斯拉在股东大会上提及 营运罗布特克斯的成本 每公里只需要0.7元 不过0.7元是指车主出租特斯拉车辆 做出租车的营运成本 而特斯拉还未公布他们将如何收取费用 按现有的网约车平台抽取比例计算 特斯拉和Waymo将收取20%到30%的平台费用 但早期自动驾驶出租车企业几乎没有竞争 他们或许能够收取更高的费用 所以如果最终罗布特克斯收取乘客的费用 每公里少于2.73元的话 就代表乘坐罗布特克斯是比拥有一辆私家车更加便宜的 你可以想象未来的世界 你每天出门都是乘坐罗布特克斯 而费用还比你拥有一辆车更便宜 加上乘坐罗布特克斯 你不需要驾照 不需要交保险费用 更是不需要维修保养车辆 这样一来 你不会想着要买一辆车 马斯克在股东大会提到 每公里营运成本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实际上可能会更加便宜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开车的朋友 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些失落 但是不需要太担心 我相信在未来世界 你仍然是可以考取驾照 为了兴趣去驾驶车辆 相当于在100年前 人类淘汰马车转用汽车之后 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去骑马 马斯克也提到 罗布特克斯在营运初期 如果电动车不够使用 他自己会安排一些车成为罗布特克斯 这个也是特斯拉最大的优势 因为特斯拉相对其他公司不同之错 就是它是唯一一家生产车的罗布特克斯公司 为什么自主设计和生产车辆在罗布特克斯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一辆车不需要车主驾驶的时候 其实车的油门和方向盘是可以移除 继而可以节省成本 另外当你不需要驾驶的时候 你在车里面的时间就可以用于乐 你可以看电影玩游戏甚至是唱卡拉OK 特斯拉可以顺应市场不同的需求 快速改变罗布特克斯的设计 在个人电脑诞生之后 微软使用windows 苹果就用macOS抢占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 在智能手机诞生之后 苹果就用iOS 谷歌就用安卓抢占手机的操作系统 而在未来其中要争夺的屏幕 就是车内的操作系统 特斯拉目前采用基于Linux内核自己研发的车机操作系统 罗布特克斯是由Uber的共享经济概念衍生而来 而共享经济可以成功是因为这个世界诞生了智能手机 而智能手机可以成功是因为3G网络的诞生 而转眼间3G就变成了4G 再变成现在的5G 互联网就变成现在的移动网络 再变成未来的物联网 每当有新科技诞生的时候都会引发新的商业模式 以前如果你想喝杯咖啡你需要去楼下的星巴克 而现在你在手机APP就可以下单星巴克 外卖把咖啡送过来 你可以带上你的客户在车上一边喝咖啡一边谈生意 同时一边看风景 如果你想放租你的特斯拉出去赚钱 你买车的时候目前需要加1.2万美元购买自动驾驶系统 也就是FSD 特斯拉估算每一辆Robtex每年可以做到3万美元的收入 所以如果你买特斯拉最便宜的车 大约是两年就可以回本 所以马斯克强调现在FSD的价格仍然是卖的很便宜 每当他有后续更新的时候 他都会将FSD的价格调整 特斯拉的FSD可提供两种体验方式 一种是一次性购买软件包 价格在1.2万美元 另一种则是针对那些想要体验FSD的用户所推出的订阅服务 由一次性的费用变成月租费 相信月租费的推出会吸引更多的用户购买 更多的使用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行车数据丰富的行车数据能让人工智能更聪明 从而加快实现robotax的诞生 最后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就是当年马车与汽车的市占率 当年汽车的市占率有11%提升到81% 用了10年的时间 这期间要新建汽车工厂 要新建加油站还要铺路 而且期间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有流感大流行 而这是汽车相对电动车的市占率 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都经历了一场很大的疫情 可以看到现在挪威电动车的市占率已经超过7成 你认为电动车要到8成的市占率 从2020年开始计算是否需要10年的时间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或许有些朋友不相信电动车才是未来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正如当年汽车淘汰马车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汽车不比马车好 查看当年的广告 广告内容是说 如果你现在要放弃你的马去买一辆车 你一定要考虑成本 因为你买车需要维修保养 还需要燃油 但是你买一匹马 你只需要为它吃草 而且不需要维修 而最重要的是汽车只能行驶在水泥路上 是无法驾驭泥路和雪地 从结果来看 科技会不断进步 而且是会克服现有的难题 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 大多数人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 只有少数人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我们仍然在折住 明年周一都是 折住